先打一招吧 你 小姐 抱歉 我已經開始了 我記得 對不起 Hi 大家好 有沒有覺得我們很熟悉 平時是 二樓的窗掉下來 對 那天窗突然掉下來 二樓的窗掉下來 小姐沒有遊遲 我們學校很垃圾 喂 你真是 我英語全數 我換了衣服 竟然 我換了衣服 可以 因為 上次Bending那些 對不起 聽說高諸教的老師 CGO很好 校風很好 學校環境很好 沒有 池素很香 就是這樣 聽說那些老師 CG和職業都非常 Friendly 校風好 校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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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校服好 校服好 OK 很難 我小鹿來講 不可以死讀書 我們很少收一些死讀書的學生 為甚麼當初會轉到進來對筆 沒有特別想 其實想了很少時間 就是突然想試一下 這樣就得了 怎知道就進來 沒有甚麼特別原因 純粹是想轉一下環境 我是比利羅斯轉到進去 我是巡導中學 因為在以前的中學 我就算明列前茂 所以去到 不是不是不是 我現在考得很好 他們都給了很多學習機會 但是我爸爸認為在DGS會更加多資源 Pong 2拆離 那時候我遲了一道去考試 然後他就問我為何遲到 如何改進 最後都能進來的 對 因為在幾個地方 我是溝門進Merry Mom的 他問那些問題 其實我不知道他問甚麼 因為他用英文問 所以我隨便說 I really want to go to this school 他課問之後轉了校 就是他寫信給校長 就說我長大想做醫生 就是校長讓他進來 不是 笑 笑容 面帶笑容 有落貌 笑容雖然現在都沒得看笑容 傻笑為主 最近全民造星很出名 我想問你最喜歡哪個參賽者 我最喜歡的參賽者是1號 蘇華林Ivy 我覺得她很漂亮 笑容很好看 很有氣質 就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學她笑容雖然嗎 做不到 但為甚麼你不支持我們學校的師姐 當然也支持 不過之前 不知道我們學校有師姐有參賽 不過既然知道的 一定支持 沒有啦 尷尬 習慣笑那麼多 沒有啦 自我介紹都是說一下 你個人喜歡平時做甚麼 那時候就說我玩運動和音樂 為甚麼選這間學校 為甚麼你想進入這間學校 怎樣怎樣 因為校風很好 我們找一個正常conversation 然後他就會用英文跟你說 突然間會說一句英文 然後你就說 What do you want to comment about the social phenomena 然後你就要回答 然後英文 基本你會轉普通話 他問我媽媽有沒有給我手機 那個老師好像是贊成 就是不要那麼快給我手機 小孩子給我 4 1 那時候我也是沒得自己給我手機 然後老師很切地欣賞我媽媽 準備中間面試正常 應該是準備自我介紹 他是完全沒有自我介紹的 就是我練了大半年的自我介紹 完全沒有用過 老師是不用自我介紹的 是嗎 是的 所以我以為他們都叫我準備自我介紹 其實不用自我介紹 其實看成績而已 這些 都會期望你有很多ECA 或者是 就是可能 有些才能 通常有音樂或者體育的會比較容易 大家好 老師好 我是升中一的學生 今天要登場 有啊 我是中樂的柳琼 我玩中音店 體育支持 M 可以給你一些例子 給你聽到什麼 我懂音樂 我很擅長音樂 那你可以開始拍一下 哦 好啊 帶一個入學士難 我個人覺得 因為他是那年的考試 就是聽說是 我中一升中二 我就做中一那份卷 那我中 就是我中三進去 那我就讓他們喜歡 最後的那份卷 我覺得很難 我覺得很難 第一次做是很難 不用勾 中英數 問數哥說 是哪一部分還是 中文考文 我那時候生人生 然後他就問我 為什麼壞了雞蛋會浮在水 之後第二題 他就說 當我加鹽 你要加多少%的鹽 蛋才會浮在水 成功地浮在水 那時候很頭痛 我不會回答 因為我亂吹 我只記得數學要深算 對 我計算 我記得我回答10題 是10題嗎 不是10題 我記得我聽隔壁的人的答案 我也是聽隔壁 然後我講隔壁的人 我跟隔壁的人 整堆人在隔壁的人 我覺得隔壁有人說答案 我隔壁的人跟著他們說答案 對 你們全世界一起錯 然後英文要讀一篇完整的 passage 然後 不 英文不是完整 他要 他選一段給你 我們以為整篇讀 但他是原來的 我又投讀 他沒有提我 其實只讀下面那一段就可以了 他不說 他沒有跟我們說 他會叫你邀請家長進來 然後你就要開門關門 然後拉椅子給他們坐 他好看這些 他不會說他就叫你請家長進來 但我就沒有 因為我跟他一起進來 當初 敲門也是這樣敲 早上敲門 就是這樣 你幹嘛在那裡 門口要Good morning 就是基本禮法 應該應該會加分 你坐一點也要拔一拔 就是這樣坐 就是椅子你不要那麼大 你這樣拔 你這樣拔我 對 你這樣拔我 對 你這樣拔我 你叫什麼名字 我要 我要 為什麼要來這間 沒有 那 名客來的 那你來吧 無所謂 為什麼不選男拔 我有 我有去 看看哪間收我 我都無所謂 看看哪間收我 就去 那 日後未方案 做人 可能男拔是我後避 我記得是有漢徒說故事 漢徒說故事 好難啊 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玩漢徒說故事 他給你一張照片 然後就形容一下 那張照片的情景 一個人在公園放風箏 旁邊有個湖 就有一個停 有一個人站在 然後後面插了很多支箭 可能 勵志一點的故事吧 例如受傷也不要放棄 我interview的那間就是叫陪道 我的歌很有創意的 我那時候是他給了一塊 slime 他給了一個 slime 然後我形容一下 或者問我平時有沒有玩 用英文 然後我就說他好像黏土一樣 然後就很satisfying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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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問題是他插一塊東西出來的 哈哈 我沒有 我那時候回答他我沒有玩 有什麼搞笑的這個問題 不啊 真的有的 我聽說其他是比lego 他們不知道做什麼的 哦 砌噴射炮 給一些木棍啊 Bluetap啊 給一個乒乓波池巾的東西 砌噴射炮 砌完之後還要 扣大的人 鬥最遠 就是砌不到就很可愛 砌不到 我不知道 可能看裡面的淡兔吧 起一架船 咦 我那時候是什麼彈石機啊 不知道什麼 很奇怪的東西 總之他沒有給任何指示 他就觀察你跟其他組員的 溝通能力啊 合作啊 協助啊 那些東西 懂不懂跟其他人相處的 最後你做得成不成功 不關事 因為我記得我們那組好像做得很壞 但是 還是入到這間學校 不要那麼假啦 你要改出你的真實想法 就算不應該也好 都要說 你也要說 你的真實想法 因為中學院的就是 你有沒有Leadership 因為成績不夠入女法 還有不想讀女校 我真的沒有考慮過女校 對不起 好 嗯 因為我喜歡港同的教育方式 多一點 因為根據所有報道和校長說的東西 就是比較一個輕鬆的教學方式 雖然會有很多功課 但是同時也會有很多project learning trip 可以去玩 就不同傳統的教育方式 所以我比較欣賞 還有喜歡這種教學方式 所以我選擇港同 對 Yeah 其他人一提的是你隨機抽卡 就是抽一件東西之後 要用那件東西來形容自己 我剛巧就抽到鎖匙 那時候抽很難 抽形狀 你立刻想鎖匙有些什麼 你開門開手 你可能要想 可能敲響器 可能做樂器 那當然是考你創意 問你喜歡圓形三個人 還是正方形 然後如果你喜歡圓形 可能就要解釋 為什麼你喜歡圓形 因為我的人比較圓滑 就是這樣 是會這樣問的 記憶麵包和時光倒流 多年你會發火 你會選哪一種 那你會選哪一種 好像記憶麵包 記憶力會增強 給你五千元 然後你會做什麼 不買補充 不知道為什麼 很勤力買補充 他說 如果有人問你借錢 你會怎樣問他 我就說 看他平常怎樣的人 他拿錢買什麼 他要借多少錢 我就說 借回來 就是你問我借 我就問你借回來 你問我呢 如果有 對呀 有產品進屋去購物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 找什麼 好像也是 報警啊 現在報警了 要不應該分正應班 我記得 如果你是校外犯規的話 學校可不可以理得你 我也忘記了怎樣回答 好像說可以 然後 什麼 算了 忘記了 他給了兩張圖 是一個綠色小巴和紅色小巴 然後呢 他問你 這兩格有什麼分別 那我又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很少坐小巴 是可以自由下車的 綠色是可以 是一個站 有站的 蛤 就是 一個常識的 大家 就是那些車 巴士不是那些廣告紙嗎 貼在旁邊 然後他就問我 你覺得你不應該貼廣告 在巴士上面 我那時候回答不應該 很不專業 貼廣告 我又很不專業 我還說 很不專業 因為你貼廣告 就會顯得你的巴士 很低 有一個巴士是不貼廣告的嗎 我不知道 他不希望你一定答得出這個答案 但他想你至少試他怎麼回答 你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但要回答得 又創意一點 創意一點 不要這麼快回答 想想想 想想長一點 想長一點才回答 裝想 想完之後 可能可以說一句 嗯 這條問題也挺有挑戰性 那你就要開始亂吹 好像很簡單回答到他 但是其實是 當然那個答案可能也是對 但是他想要一個深層次 一個回答 嗯 我不知道 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一個最差的答案 別人問得你 你當然要是yes 要是no 你讓校方知道了 你是一個 做不定主義的人的時候 別人又怎會想 讓你進入這間學校呢 因為我真的想不到 我想不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學校是不會問IQ題的 所以 嗯 據說是成績比較好的才會見校長 因為不是每個面試都會見校長 是分 見校長 副校長 然後 面試主任 面試主任 但是 那時候成績不差 哈哈 我的第二天 是校長 然後因為我的粗行 比較不太好 B減 喂呀 你不教我功課 然後校長突然問你 你為什麼會用B減的 你告訴我 你做了什麼用B減的 他這樣就眼神了 然後呢 那我不知道他怎樣 那一刻我厲害 我怕他不收我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沒有交手機 經常都不交手機 所以他被人罵 不知道 他瞬間掉了辭職 哦 你是大頭蝦嗎 對呀 那我給你一次機會 你下次來 我們學校你一定要拿A 那個Conda 我一定會 我一定會 我喜歡很害怕 之前 第一年淚拔 然後校長問 叫你介紹 你爸媽的穿什麼 第二年的時候 會見一見爸爸媽媽 我之前小學的師妹 就想轉進來 聽說她又是 去參加了什麼補習班 是怎樣面試的班 她背了整套東西 過她說 然後是 直接被校長 當年說她 是 找 就是 知道她背了 不要背東西 進去說 她看得出 校長會 整個speech 走去跟她說 那些就不要 說 那些什麼女壁的歷史 不會 不會 其實不是很細溫的 你去到看 你說成怎樣 不能說怎樣溫 不要 如果那個老師 那些老師一定會 在電影的時候 他會不斷 搖頭 我每一間都是這樣 我講話 他會這樣 哎呀 真的會搖頭 我不知道她故意是真的 真實心情 還是假裝的 想令我緊張 我懷疑應該是想令人緊張 反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這樣 你應該知道她會搖頭 這個時候 自信 是最重要的 是的 自信當然 自信不是一定要的嗎 你不要那麼害怕 我看到真的有人 很師叔 很害怕 我記得學校好像沒有收她 為什麼你會想進來蕭明 首先我覺得他們的師資比較好 那些老師通常都是教十年至二十年以上 怎麼知道的 因為那些學校概覽有寫 會寫明老師的學歷和教了多少年以上 第二就是我覺得他們的校風很好 我在蕭明裡面 我覺得那些同學相處得很融洽 整個氣氛都很和諧 第三就是我覺得高芳的校服很漂亮 所以我就會選擇來蕭明 這次真的太好了 我們要吃一頓好的 好 吃一頓好的 廣道很大 或者自己住半山那些 不用 完全不需要 都沒有 住半山? 有的那麼人 看好看你家境 看好看你成績和面子 是不是品德 我們學校都要捐錢 太多錢了 我有聽說過一間學校就是 因為爸爸是司機 所以就不收他 有啊有啊 但是相似不行 聽說是 有錢 收入 對 例如南伐那些 那不是的 我們校裡面的同學都有不同收入 我記得我有一個親戚 她 但是她是搬屋 本身不是那個區 但是你搬去那個區 可能跟一個區的學校比較容易 因為我表弟讀英雄 那我聽她是 譬如她的學校 可能是中環 吃英雄那些 就會寫到自己上半山 我要表達到自己有錢 所以值得進來讀 好像是要說自己想捐多少錢 真的要錢 沒有啊 你填了多少 然後我白天填了二十多萬 捐什麼iPad電腦 其實都是寫的而已 她收 某幾間小學會收得特別多 我們這間小學 XX 你不要說 他又突然說了 我們都是來自這間XX的小學 60個位置 我們入了11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 只是我們那間學校 每一年都可以入到十幾個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話就說是 教學理念 相同 但是就 莫名每一年都霸了她們 差不多六 對不起 對了 活潑可愛的一面就是 入學的一個 一個 比較 重要的一個項目 可能進來我們的學校 其他人 Viuising我們HAPPYSCHOOL的時候 HAPPYSCHOOL來的還是什麼 他們說的 我不知道 為什麼你的校服真的好像派對屋 什麼 假裝有錢就沒有 學校就假裝自己窮 然後拿津貼 我就見過 學校是有 你不一定要加全部學費 如果你真的 錢不夠的話 你可能只加60%學費 40%學費 或者是全面學費 就看你家境 我沒有錢都會做這些 我沒有做這些 但我聽說過別人有做 沒有 對了 儘量穿校服 不要穿便服 謝謝 特別是名校 有 可能真的會加分 下服就有一個比較好的印著 我上次的衣服 有一個人穿那些FAMJ裝 就是那些 那些超大件T-SHIRT 衣服很短 就是他看不到褲子 超大件T-SHIRT 然後就蓋著你 想著你的褲子 就是FAMJ裝 然後我看到 我們全部人看到他 那一堆人 interview的那一堆人 看到他就 看著他 就 你有沒有收到 真的超震驚 我不知道 應該不會收 都這麼全身 你收到 還有一個就是 去面試記住打一本書 我那時沒有打書 但每個人都有打書 所以我就很尷尬 那時你… 是飾物還是真的有用 你覺得見完見字 因為要穿得比較實際 因為interview 所以要給一個好印象老師 要穿得比較實際 對面 沒錯 忘了 坐會 嗎 等一會 我怎樣才發現那眼神 不是 還有問題是什麼 我 就是 我 認識 沒有 我 我不知道 其實我一開始 我以為你也很鬆 我以為和瑪麗 相載差不多 我想說很誇張 我們全部都是認識RVSOW的 最喜歡RVSOW 支持RVSOW RVSOW RVS一 可以打卡嗎? 打卡 很漂亮的 那個天橋也很漂亮 果然 果然 果然知道 沒有這麼幫你們的師妹 串合了一個隔壁學校的 隔壁 李衛尼 李衛尼 蛤 蛤 昨年就不知道誰說 隔壁不是李衛尼 他們對她的印象是有點景點的 你知不知道 我就想去 剛好讀到一個你們的師妹課學 剛好又做到一個李衛尼的課學 嘩 你不見得了 為什麼你會寫入 嘩 我會這樣的BGM 哈哈哈 為什麼你會寫入來宵明的 第一就是C字號 他們通常都是考了 他們都是教了10年 或者20年以上 然後 要加一句呀 哈哈 哈哈 嘩 我都記住了 唉 你不見得了 你不見得了 他們走在街上 我會覺得他們好像 呃 可不可以再來多一次呀 哈哈 慢慢慢慢 嘿 咦 哦 接了BGM 轉了比較圓 OK 好 漂亮 那些老師通常都是教了10年至20年以上 那些老師通常都是教了10年至20年以上 這樣 哈哈 你又知道的 我怕會說的 哈哈 第三就是校服很漂亮 我覺得高峰那些校服特別漂亮 特別是冬季那些 冬季? 冬季? 冬季好看點的 你不高嗎? 啊 死定了 我又要穿了 我又要穿了 我一說一句 原來你是夏季的BP 我猜是夏季好看點 夏季好看點 夏季好看點 為什麼你覺得冬季好看點 因為 原因呢 因為 白色適合淺藍色好看 你呢 但是冬季好看 因為我的皮膚比較黑 我覺得冬季好看點 冬季不是吧 你心裡嗎 哈哈哈哈 啊 這算了 他們會罵我的 知道他罵 先撐一下 不是吧 竟然有人說得冬季好看點 說 啊 他們會罵我的 通常都是教10年至20年以上 再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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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生個BGM 好來吧 來吧 為什麼你會想有名消名的 首先我覺得他們的詩詞比較好 那些老師通常都是教10年至20年以上 你有詩的嗎 因為那些學校凱藍有寫 會寫明老師的學歷